看上去咱们不在家 人家垃圾也没扔过 因为垃圾也少哈 嗨 大家好 我们又来打球了 打乒乓球 一会跟朋友们说一下 说一下这次游轮旅行的费用 讲一下行程 讲讲费用 看看我身后这个树 还挺好看的 在这晒晒太阳 好多朋友都问我 用什么拍视频和拍照 好多人看我们好像是有摄影师 专业的摄影师 说谁给你们拍的 我就是用的这个 看合起来 就这么小 可以放我的布袋里 放我的小包里 也行 然后呢 打开 他这儿还有一个蓝牙 用这个蓝牙自己摁拍照 不求人 为什么说不求人呢 我在船上 有一天我说老李 你给我拍个照 外边海景这么美 他给我拍的时候 根本不告诉你说123给你拍了 啪啪 你还没等到拍的吧 简直是吧 那你真的很气人 我说我自己拍 我一会让朋友们看一下 我自己拍的是什么样 他就用这个手机支架 我就是这样拍 这样拍 我在船上我自己拍的特别好 我觉得非常美 根本不用求人 所以说我推荐朋友们 这个手机支架 它的体积小 而且质量特别好 拉长了多长 拉长了 你看支撑什么东东东 对 包括我们在家里 和在这坐着聊天 都用这个支架 这个支架接近用了一年了 基本上是天天用 它的质量非常好 这有一个蓝牙 这个蓝牙和手机一连 我们就可以自己拍 不用求别人 再远呢 把手机支架 支到这儿 然后我可以 在这儿就可以按 所以说非常方便 无论是录视频和拍照 都非常方便 还轻便 戴在身上呢 很方便 就这么大 质量非常好 推荐给朋友们啊 嗨 大家好 我们游轮旅行回来有几天了 好多朋友都让我们说一下 这个游轮旅行的费用 这个费用呢 说起来不是一点半点的 一下子就能说明白的 你不回来以后 算个总账是说不清楚的 昨天晚上 让女儿把这个行程啊 还有这些费用啊 都发到我们群里了 是 然后我们算了一下啊 具体的呢 让老李分享一下啊 不想干什么 是这样啊 我们来美国啊 孩子也是比较孝蜀的 特意给我们订了加勒比游轮游 整个的行程呢 还有费用呢 都是孩子来预定和支付的 对 我先给大家伙儿讲一讲 我们的行程是怎么样的 因为啊 好多朋友啊 也想知道 我们这次 游轮之行的行程 对 那我们这个游轮呢 一共是十二天的行程 这是我姑娘她做了一个表 第一天呢 是上午在纽约布鲁克林港集合 下午三点钟出发 第二天呢 是在海上 第三天呢 是到了这个奥兰多 到奥兰多呢 是十三点钟到 就是下午一点钟到 晚上八点钟出发 到了奥兰多之后呢 就自己做了个安排 因为奥兰多 有几个好玩的地方 奥兰多咱就没抱团 我们没抱团 它有一个是到那个航天基地 那边有个航天基地 开去看 我们就选择了一个自由行 我们就到这个Coco Beach 去看一看这个椰峰海域 到了那个Coco Beach呢 我们是乘坐了这个 它有个相当于一个巴士吧 来回二十美元 第四天呢 这个邮轮呢 是在海上 第五天呢 我们就到了墨西哥的一个岛子 叫克苏密尔 它是十一点钟到 晚上二十一点钟出发 在这个克苏密尔 我们参观了X Card Park 就是一个生态公园 就那天 把这个四姐给得罪了 把四姐惹哭了 没有说伤心太平洋 我是伤心墨西哥 哈哈哈 第六天还是在墨西哥 另外一个地方 对 叫克斯塔玛雅 这个呢 是早晨七点钟到 对 晚上六点钟出发 到墨西哥那个第一站的时候 闺女是给我们选了一个最贵的团 第五天克苏密尔 我们那个姑娘给我们选了一个叫X Card 生态公园 这是最贵的一个团 去做所谓的探险游 实际上就是一个漂流 对 剩下的基本上没有玩 因为四姐生气了嘛 没有心情玩了嘛 所以说就植物园 博物馆 水族馆 都没去 那水族馆我也看了 就是有几个 海豚 就是有几个海豚 那可能是水族馆的一部分 那我们只是看到了海豚 第六天呢 就是到了克斯塔玛雅 也是探险 我们呢 报的项目呢 是这个Junger Truck 就是捷报卡车 骑自行车还有 这就除了那个 做那个卡车巡游之外 还骑自行车 再一个就在那个海滩游泳 滑屁滑铁 这都是我们自己选的在网上 还有别的项目 每到一个地方 要交费参加旅行团的 有好多选项 那你自己选择 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 对 第七天呢 是在海上 第八天呢 是到巴哈马 第九天呢 也是到巴哈马首都 那骚 这两天呢 是因为有大西洋风暴 就临时 取消了这两个目的地 改变了行程 我们最终呢 是到了迈阿密 巴哈马的两个目的地 换成了迈阿密 就是美国迈阿密 就是第八天呢 实际上是在海上飘的 它走得很慢 飘一天 嗯 第九天呢 我们到了这个迈阿密 嗯 在迈阿密呢 是早晨七点钟到的 嗯 挺早的 晚上 其实也不知道几点到的 我们起来的时候 已经到了 晚上 十二点钟才走 嗯 因为听说改变行程了 我们就临时 抱了一个团 嗯 就是迈阿密的城市 环游 一人七十八块钱 每个人七十八块钱 嗯 第十天 和第十一天 就是在海上 嗯 第十二天 一早就下船 到了纽约 整个行程就结束了 嗯 前面讲的是我们的行程 游轮之行的行程 嗯 那再讲一讲费用问题 下面呢 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次 游轮之行的费用问题 嗯 这个游轮呢 是姑娘订的 它分了几部分费用 第一个呢 就是单纯市游轮的价格 对 这个价格呢 我们两个人 嗯 是一千五百三十八 美元 美元 另外呢 我们每到一个地方 有些暴力团 你看墨西哥 两个团 这个巴哈玛 两个团 嗯 加起来以后 是九百一十四块八毛九 这四个项目 是九百一十四块八毛九 美元 巴哈玛的两个项目 因为没去 他把钱退给我们了 嗯 还有一个费用呢 就是上船以后发生的 因为当时我们不知道 嗯 所谓的小费 嗯 就是二百九十美元 有很多朋友说 啊 抱团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个费用 它是没有的 没有 因为发生了的话 女儿会交一块交上的 对 他这个是呢 在船上才告诉你 直接扣下去 他连告诉也没告诉 他是这样啊 到了船上以后啊 船上的那个钥匙卡 他要求你绑定你的一个银行卡 房里边存上二百五十美元 对 这样你的消费 他就从这个卡里边直接 从你这个门卡里边直接扣去 嗯 比方我有消费 我打保龙球 我用我的门卡刷一下 他就扣了三十块钱 嗯嗯 或者有什么别的消费 用这个门卡来交费 对 你要不够的话 他会提醒你 因为你已经绑定了你的这个银行卡 他会提醒你 你要及时充值 如果不充值的话 他也会从你银行卡里抵扣 嗯 我们二百九十块钱 小费 没有问题 是从船上扣的 对 到了 麦阿密 我们一个人交了七十八块钱 一共是一百五十六块钱 城市观光游 嗯 因为我们没有参加 错过了 那 这个钱呢 经过我和他协调 和他不断的交涉 他把这一百五十六块钱退过 他一开始很不情愿 一开始呢 他不是说 立马就答应给你退 他说 这是你们的责任 啊 你们有责任 后来呢 老李去找几次呢 哎 就给退了 还有这个手机网络费啊 对 还有一块 还有一块手机网络费 忘了 这个手机网络费啊 我们这个十一天 第十二天是没有的 十一天的网络费是二百二十块钱 二百二十美元 嗯 而且只是一个人 对 只是一部手机 他不能开热点 开不了热点 因为他这个是邮轮上的卫星信号 在船上好多人都没有买这个卡 网络卡 对 还有一个洗衣服的费用 对 洗衣服 我当时一听这个价钱哈 哎呦 真火了 太贵了 而且我当时以为是必须洗的 结果还不是必须洗的 洗衣服 十件衣服 三十一美元 他有 其实有好多选项 有洗十件的 有洗二十件的 嗯 那么孩子呢 因为考虑到我们十几天 在海上 需要换洗衣服 也没经过我们这个同意 也没说 他就自作主张 订了个十件的 三十一美元 那就需要三十一美元 哇 太贵了 你三十一美元 你喝喝人民币 喝多少钱 把他妈心疼这要命 其实啊 孩子就订了 就订了 你也变了 这样总计算下来 嗯 我们没有玩的项目 他把钱退回来了 嗯 加上那个 我们的小费 嗯 总的费用 把妈咪打车 一个人十三块钱 加起来二十六 哈哈 这个还没说 那都不要算了 整个算起来吧 我们花费 两千六百多美元 嗯 其实这个费用啊 说起来啊 我们感觉是不高的 两个人不到两万块钱 我也不知道贵便宜啊 国内的朋友可以说一下 你们在国内参加的这个团 嗯 需要多少钱 需要多少钱 在国内参加的邮轮 需要多少钱 咱们可以比较一下 对 我感觉是乌有缩机的 还是比较便宜的 我们啰哩啰嗦的 讲了这么多 也不知道朋友们 听没听明白 我觉得很明白 哈哈 但愿明白 非常细了已经 希望我们的这些信息啊 能对你有作用 嗯 对你有帮助 好了 那今天就分享到这吧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感谢朋友们的关心 下期见吧 拜拜 再见